現在真正會去逛的 都是比較平價的 譬如說居家用品 你可能會逛IKEA 可能會逛這個寶雅 但是已經很久很久 不會去逛生活工廠了吧 其實生活工廠曾經是台灣 市佔率最高的本土居家用品店 但是現在幾乎是一家 接著一家關 而且還不止如此 平面媒體就踢爆了 生活工廠在今年1月 接手經營空軍服裝公售站 結果不到一年的時間 今天就被指控 積欠了多家廠商款項 甚至高達千萬元 國防部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去 但對軍人來說應該不陌生 尤其是裡頭的這一間 服裝公售站 包含像是什麼 軍服、鞋子或消耗性的商品 在裡頭通通買得到 但你知道經營的人是誰嗎 是曾經本土最大居家品牌 生活工廠 他們在今年1月初的時候 取得了這個經營業務 但是沒有想到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傳出積欠下游廠商 高達千萬元的款項 依照每位弟兄的身高比例 提供最舒適的軍服 空軍服裝公售站 全國四十多家實體店面營運 推出三年生活官兵好評 不料生活工廠 今年1月才剛取得偽商經營權 如今卻被平面媒體踢爆 因基欠大量債務 無力經營空軍服裝公售站 不只列出多家公司被欠款 還有業者多達150天 沒有收到款項 傳出積欠總額高達上千萬 對此求證下游廠商 其中一家證實有被欠款 但金額欠多久不願回應 另外國防部也證實 生活工廠工戶不足 持續督導合作商 以期程交貨 與其將會依規定開發 在IKEA已經微量品還沒插齊台灣之前 全台最大的居家用品品牌 就是生活工廠 不過你知道嗎 他們進來從百家門市 已經縮減到28家門市 甚至連KIGA2也在去年歇業 今年超過30年 全台首家門市市林文林店 去年8月歇業 外傳疑似是租金期人力成本太高 另外也有人踢爆 生活工廠負債的累積盈 虧金額達2.41億元以上 事實上生活工廠是過去台灣人 都愛逛的居家用品店 大到家具 小到三斤子 什麼都有 什麼都沒 不過隨著各大進口 居家用品進駐 似乎退銷了嗎 應該是選擇其他的吧 經過會看一下 但是不會特別要來這邊買東西 是否極限下游廠商 千萬款項 求證生活工廠 結果前面沒有回應 但畢竟這是個大數目 恐怕得要好好交代清楚 東三星有錄機 洪洲瑞 台北報導 現在也有很多的高餅店 一家接著一家關門 你可能想說 不是中秋節快要到嗎 告訴你是因為 他們已經賣完了 所以不讓你再排隊了 明明距離中秋節還有三個禮拜 如果你現在還想買知名的鳳梨酥 有可能來不及了 因為像台北市的名店 今天開始 每個人最多只能買五盒 而在新北市的名店 他只要賣完之後 就會一直關門到中秋 其中一間 今天才開門三個小時 就全部賣光 對 都沒有啊 群眾一點錯愕 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道該怎麼辦 周邊的賣完了 今天不要開 新北鳳梨酥民店 早上八點一開門 民眾帶著超大購物袋或行李箱 湧進店內搶購鳳梨酥 雖然店家寄出 每人限購十盒 但一夜不到三小時 還是被全部搶光 必須提早關門 就只有今天直接到這裡 下午也沒有 民眾急著追問 因為接下來想買也買不到 鳳梨酥民店中正分店賣完之後 就要修店一直到9月14號 另一家和平分店 在26號已經開始電修 現場民眾一早頂著高溫來排隊 有些排兩小時 有些四小時 沒想到最後卻撲空 而另一家鳳梨酥民店 一早人氣也很行 八月底距離中秋節越來越靠近 所以像我們現在在的 台北市知名高餅民店 一早就湧現購買人潮 而其中像是人氣商品鳳梨酥 因為訂單實在太多 所以店家從27號開始 是祭出了限購令 每個人限購五盒 那另外像是太陽餅和老婆餅 每個人現場是限購一盒 美人手上滿滿好幾盒 就是怕晚來就買不到 我跟朋友一起來 就原買五盒了 現在早上的話人不太多 然後還有貨的時候就過來買 因為我們都要買不小 還好今天比較少沒有排那麼長 因為我們每次來都排好長 排隊人籠消化快 因為民店特地調整營業時間 提前和延後半小時 一直到9月16號 就是怕顧客等太久 越靠近中秋節訂單真的太多 店家快要忙不過來 每個人的話幾乎都 兩三百或四五百的話 這樣就變成說我們供應求 網路訂單的話九層滿單 還是希望說客戶可以提早購買 中秋節前夕民眾搶買鳳梨酥 圈台民店人氣真的太夯 只能寄出限購令 也提醒想買的話要趁早行動 東山新聞馬恩凱李仲祥 台北報導 還把裝滿了500萬元現金的手提袋 偷渡到官邸交給鄭文燦 不過除了500萬之外呢 還被發現了 原來鄭文燦的主臥室旁邊 有一個暗櫃 裡頭的保冷蛋被上鎖了 打開裡頭竟然有678萬元 財產來源不明 現在要另案偵辦 我們能夠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贏了對不對 對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2014年當選為桃園市長 給市民承諾 居然把錢放進自己口袋 如今起訴書也曝光 警方調查鄭文燦過去幾年 在台北多間飯店與被告 不僅僅是單純用餐 鄭文燦當時就是跟洪展集團的 廖姓父子黨相約在這間餐廳 要商討土地變更計畫 對方還說如果鄭文燦答應 他們絕對不會失禮 但是檢警從檢廳得知 廖姓父子黨前前後後拿了 1100萬元到鄭文燦的官邸 他們甚至還在臥室的案櫃內 找到兩個上鎖的保冷袋 裡頭藏有678萬5000元現金 原來在當時的兩次餐會中 鄭文燦與白手套雙方先後 在同年8月6號8月22號 在台北華國大飯店 神旺大飯店 講好行賄的500萬 接著在9月楊兆玲等人 見鄭文燦要幫忙處理 並用紅展公司資金 湊滿500萬元現金 放進黑色手提袋內 試圖賄賂鄭文燦 誇張的是他們當時還伸出手 做出5的手勢 向鄭文燦示意 500萬就藏桌子底下 並回答哉啦哉啦 鄭文燦見狀也默默收下匯款 檢方也公布在他台北市住所 找到678萬5000元現金 雖然這些財產來源不明確 但是檢警會再另行偵辦 反正是講你來 有沒有辦 我 沒有 前前後後後參與多次參訓 就連收下的政治現金 也被檢方一一追查 看來這回的癥結 恐怕只是個開始 東新聞 萬彥均 楊啞竹在台北報導 不過鄭文燦被起訴的同時 也被網友爆料了一系列的照片 說原來今年4月19號 星光金創辦人吳東靖跟大股東 林柏翰出入鄭文燦的住所 這個時機點相當的巧妙 因為一天之前 星光金董事會才剛發出了開會通知 要準備重新討論心心病的提案 警察駐守戒備森嚴 前新政院副院長鄭文燦住所 三個月前4月19號有貴客到 星光金創辦人吳東靖 和大股東林柏翰一同進入鄭文燦住所 時機很巧妙 因為一天前 星光金董事會才發出開會通知 召集4月26號要重新討論心心病提案 金融業的任何整併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除了股東自己合意之外 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金管會的態度 找這個鄭文燦來說 某些程度來說 因為鄭文燦當時他這個行政院副院長 那他對我們人士應該有 對我們當時的這個決策 應該有相當大的力量 心心病內幕重重 現在又有中信金攪局 台信金27號法說會活力全開 原本開架星光金一股換0.6022台信金 首度鬆口可能加價購 會在適當時間做適當的規劃 調整換股比例是有可能的 三家相關的公司 都是上市公司 每天的股價都在波動 所以出價的數字呢 其實是處於一個動態改變的情況 台信金更重炮 直接喊話金管會刻意曝光 兩年前台信也曾提過 公開收購星光金 但被金管會拒絕 而當時提出的架構 跟中信如出一策 相信金管會會採取一樣的監禮標準 不會同意中信金公開收購 金管會應該要明確地來表態 來支持合一併購要優先 第三方不應該在已經有合一併購的 的這個狀況之下 再來發動這個敵意的併購 不同的併購的方式 現行都有法律可循 那我們的審查規定就是依照法律來審查 台信金直接喊話金管會 接下來就看28號中信金法說會 這場攻防戰中信孤家又將如何接招 東森才能信任總有報導 心經病三角鏈戰況白熱化 現在星光金的大股東也選邊站了 包括大台北寬平 董作林伯漢還有鋼鐵 鋼鐵 董作最新都是表態 要支持孤重量 外界也非常好奇 這一次吳家兄弟為何不同掉 而且為什麼都找上了孤重量呢 內幕也曝光了 心經病三角鏈 無辜大戰白熱化 現在就連星光金大股東 都開始選邊站 星光金創始三大家族之一 林登山長孫林伯漢 還有持股將近5%的第五大股東 鋼鐵人一連 林一守堂地 玉鐵董作林高皇 最新都出動表態 支持孤重量 關鍵原因就是看好 中信金體質好 出價能力高 無論資產規模 經營績效等 都是最好的合併對象 有機會當金控第一名 為何要當老師 第二大的一個持股 就是吳東進董事長的 持有的15% 所以只要外資的選擇 跟吳東進的一個選擇 他們投向哪一邊去 大概哪一邊就會呈現 最大的一個股份 而吳家兄弟這回都找上 孤重量的內幕也曝光 讓吳東進鐵了心的兩大關鍵 就是家族成員去年被踢出經營團隊 獨子又和孤家有姻親關係 相信孤家會照顧家人 而孤重量也曾在內部會議上喊 只要團隊董事會評估OK 就會去做 正式交鋒之前 甚至曾經派人傳訊息給吳東亮打招呼 讓他再考慮考慮 中信金出售可能會從二合一 變成三合一的併購案 但得到的回覆卻是 吳家的事情不要孤家管 所以兩家有姻親的一個關係 所以之前吳東進也說 你會好好的照顧我們吳家 這個也是整個雙方目前來看的話 吳東進這邊的15% 會投給中信金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心情病從原本 吳家家務事演變至今 接下來不談情分 雙方只憑實力 股權說話 東森 探尼新聞台北報導